我们今天是一个符号的时代 符号成为我们沟通交流最便捷的一个载体 我们所以要把符号重视起来 通过符号去传播我们的价值观 传播我们的文化 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来说 就是逢山开路,玉水架桥 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 是一个连接的一个载体 那么它在世界上 实际上也是一个和平发展的一个载体 因为每一座城市每个国家都有桥 桥在这些年的这个发展历层里面 已经变成了沟通的一个代名词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那么我就从十年前创作了四路金桥 这样的一件大型景观雕塑作品 其实单身政协委员准确的来说 是从18年开始 担任的是湖南省政协委员 然后是去年就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我最大的一个屡职的收获就是说 它可以不断地打开我的视野 让我可以跟社会现实更接近 尤其是说做提案的时候 你就要进行一个调研 那么通过这个调研 让我对这个社会有更深深的了解 了解之后它又会反腐到我的这个艺术创作里来 所以说在这个参加政协的一年多的时间以来 我的创作真的是 特别是创作的这种新的感受越来越多 那么至于今年呢 我还会继续就是提这个文化符号 怎么样继续地走向社会 怎么样塑造一个新的国家文化符号 也希望能够把打造新时代的国家文化符号 能够上升到国家战略这个层面 这是我的一个提案